講到回來,我們繼續要來關心自己的聽聞 不知道鄉親朋友的聽聞有助精品跟狂犬病的業務 中華館董博鳳榮掃 今天在山西兵公所 基本聽聞狂犬病業務跟精品的註冊定義 今天主要人帶到自己心愛的聽聞來註冊 讓聽聞的健康多一分補充 并且在不少你走旁邊的時候 可以找到回來 一陣子,山西兵公所前就非常熱烈 因為中華館董博鳳榮掃 今天來為山西兵公所的聽聞 助狂犬病的業務跟精品的定義 主人帝山西兵公所表示 他吃的狂犬是雙獅犬 之前就有過程在煮狂犬病的業務 雖然說台灣目前已經不是業務 但也是煮一個比較放心 因為狂犬病也有在這個地球病床 幾年前也有在台灣的亞生動物病床 發生狂犬病 作為主人,他必須為自己的通募 做好健康的準備 雙獅犬病床 他有寄通知 他招劃線動物防疫的寄通知 這支是三年 這支是三年 有有,都有定期在打 對對對 山西兵公司蘇偉俊標昔 現在經常平常出來,都有市場 更加上社會的結局跟觀念的改變 市場上就像主人的出來的人一樣 現在現時台灣人很有愛心 但是在了愛心以外 相關的健康跟關心更是不能欠款 因此希望賓獎一定要幫他機會 就算說沒有這個通知團也沒關係 現場下資料一樣可以當作業廟 以及煮定期的獎品 今天我們當保守 有來農工所 來注射這個狂犬病的疫苗 那麼我們每一年 在四月份的時間 都會通知 我們有帶四族 把他的狗捏來注射 狂犬病疫苗 那麼狂犬病 是現在普遍 這個病 如果有狗留到 他的死亡率是非常高的 所以希望說 你愛護你的寵物 把你的狗捏來注射疫苗 那麼除了注射疫苗 我們還有植物晶片的 這個辦法 這個活動 希望說 我們四族 你愛護你的寵物 你也要照顧好 讓他們 可以健康 也沒有做成 我們社會上一些問題 那麼現在因為一些 流浪權也很嚴重 希望說 我們國民 要養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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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經到我們四族的責任 不要擒持 沒有盡量 沒有盡量 果子離類的動物品頂 但是民眾 以養狗 不能太多放心 因為主人 都會帶自己的寵物 出門驚驚驚 沒有助狂犬 要養狗 要養狗 可是沒有生理 讓大有養狗的養狗 要養狗 死亡率 差不多是百分之百 因此民眾家 的住俠同地 請他一定要 前往住俠 來保障 全目的健康 新中華新聞 我們立比紅順在 彩虹波登